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牛志。 在这非常感谢大家。 牛志是一种纯型科,牛志属中的一种开花、香料,以及药用植物,并有45个种类、6个芽种,以及3个变种。 作为药用,与食品有着悠久的历史。 为浓密、根状精、木本分支的一种,芳香多年生草本植物。 其干燥的叶子与开花顶部所组成。 高60公分,整株被有为柔毛、有芳香、与线点、以及方形精。 有浅绿与绿棕色产型橄榄绿叶,对生为卵形,或举原状卵形。 边缘完整但也会有轻微齿状。 夏季时会有直立的碎状花絮。 会开出紫红色与白色或粉色,以及浅紫色的纯形花。 并有强烈张脑的气味。 一般在开花时收集植物后,需要在低于35摄氏度的阴凉处干燥。 牛制原生在欧洲地中海、西伯利亚沿岸至中亚地区。 并广泛分布于亚美尼亚。 在北半球温带、美国东部、极远西部与加拿大以及其他地区广泛被规划。 土耳其与西班牙是主要的产地。 一般生长在山坡草地。 与路边的多年生植物,虽然在寒冷的气候中,可作为一年生植物生长。 但通常并无法过冬。 因此都在早春时其种植,需间距30厘米。 可种植于相当干燥的土壤之中,与阳光充足下。 以及PH6.0与9.0的范围内生长。 但最佳的范围是在PH6.0与8.0之间。 牛制喜爱较为炎热与相对干燥下的气候。 但在其他不同环境中也能表现良好。 栽培时需排水良好的土壤。 可在砂质及砂质土壤中种植。 并需要充足的日照。 环境需在干燥至中等湿度之间。 且耐热与耐旱性加。 在开花前需定期修剪,保持植物的整洁。 能够促进新叶生长。 一般在开花之前,是牛制味道最佳的时期。 此时可依据需求采收,或干燥储存后使用。 开花期通常在7月到10月。 一般在7月到8月之间采收。 虽然全草皆可提取芳香油与做药用。 但其中叶子、花朵以及种子是最常作为提取物的部分。 牛制油含有多酚与多种黄酮。 能够缓解伤风感冒等病症。 但味道极差。 牛制最早从古埃及的时期, 就有被记录作为香料使用。 在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会添加于饮食之中。 在烹调使用时, 酵肠和番茄与乳酪搭配。 牛制与罗勒这两大用料。 使得意大利菜拥有独特的香味。 现今根据不同的花色、叶色以及习性培育出许多不同的牛制品种。 并也有作为观赏用的种类。 纯形科的相关植物。 大多是芳香植物。 其中大部分都可产生精油。 使用在食品、化妆品、制药行业以及传统与现代医学之中。 并已鉴定出含有6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 其中含有 丹宁、三贴、丰唇、派锡、类黄酮、香秦分、散花丁、柠蒙锡、贴品锡、罗勒锡、石竹锡、方章唇、次贴品锡、迷迭香酸、百里香酸、分香秦分、对散花锡、环贴品锡、安油锡唇、与香叶锡D、以及β红墨药锡等。 并还含有 钙、铜、铁、铭、烟酸、与维生素、以及硫氨素等。 其中含有的百里香酸 与香秦分 被证实是有效的抗菌剂。 其中希腊牛质 被认定为最正宗级原始的牛质。 并有报道 此品种含有的迷迭香酸量较高 这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 牛质对于人体健康的益处 与发现含有的植物化学物质等有所相关 牛质分离出的植物化学物质 大部分似乎并不参与基本代谢的作用 一项文献数据指出 牛质的化学形式有 一、含有的百里香酸较高 二、具有高含量的百里香酸 与香秦分 三、具有中等百里香酸的含量 四、精油含有的本分量低 或者完全没有 可备办贴息含量较高 这四种化学形式 一、化学角度而言 产地不同的牛质精油中 主要可治疗活性代表性化合物 异构的分类单贴息 百里香酸 与二甲基五分 以及二义丙基五甲基分 是通过方向化的过程 与对披三甲基本分 抢基化生物合成而来 然而 牛质精油的化学组成多样 包括不同的化合物 如 五环 与单环 以及双环单贴息 即背半贴息 黄铜类化合物 分酸 以及单宁等 在化学成分 与生物活性物质的组成 也会因土壤 气候 地理位置 与生长 以及其他因素条件下的不同 导致会有不同的化学成分 其中含有的百里香酸 被认定为最主要的成分之一 牛质的作用 一 抗菌 一项动物研究 有受感染的小鼠 食用牛质油与橄榄油 持续30天后 摄取牛质油 与只摄取橄榄油的小鼠相比 存活率更高 而且并无白色面珠菌 导致的肾脏负担 在使用香勤分时 也有类似的效果 但牛质油表现出 比香勤分的临床效果更佳 有另一则动物研就指出 口服牛质油后 能协助减少金黄色葡萄球菌 引起的感染 目前牛质油抗菌的效果 皆为动物的研究 因此能对于人体 协助对抗部分细菌 减少感染的效果 还需更进一步实验来证实 二 抗发炎与抗氧化活性 发炎是身体对组织的损伤 与感染重要的自我保护反应 在发炎的过程之中 涉及到许多的免疫细胞 并会触发免疫系统 释放细胞因子与区化因子 以及炎症介质等 但是 长期炎症 与大部分慢性疾病有关 如糖尿病 内风湿关节炎 与心血管疾病 以及癌症等症状 抗氧化剂 是一种防御的物质 能够减缓疾病带来的影响 并减少发病的几率 有一则文献指出 香勤分 能降低白戒素Eβ 白戒素4 白戒素8 以及丙二全 但对于白戒素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并无明显影响 在一项临床前研究 牛制抗氧化的作用 在服用牛制提取物 连续20周后 有降低肝脏丙二全的浓度 并能增加肝脏过氧化青霉 超氧齐化霉 与硫醇集团的浓度 以及抗氧化能力 另外 一项动物炎就指出 在动物体外与体内的研究 证实牛制具有抗氧的效果 但对于人体的抗发炎 与抗氧化效果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验证 三 有助伤口愈合 伤口愈合为正常的生理过程 需经过 止血 发炎 增生 以及重塑这四个阶段 伤口如果要有良好的愈合结果 这四个阶段 就必须要有适当的顺序 与时间范围内发生 当健康状态良好 与较轻微的伤口时 通常愈合的情形会较佳 但有较大损伤 与生理 以及疾病时 就可能对愈合的过程 造成负面的影响 并有一项文献指出 百里分 与香芹分 在伤口愈合过程之中 会有正面的帮助 如调节炎症细胞因子 促进再生上皮 与血管生成 以及肉牙组织的发育 并能改善胶原沉积 调节纤维细胞 与角质形成细胞的 生长与帮助等 皮肤是人体 与外部环境间的保护屏障 皮肤上的伤口 是最常见的炎症 至今几世纪以来 植物与精油被用在治疗上 牛制精油也被广泛 使用于民间医学之中 可分子的作用机制 却并不完全清楚 在一项研究中 评估经过充分表征的 牛制精油 使用干扰素γ与阻案处理 以及划痕的人角质 形成细胞NCTC2544的抗炎 与抗氧化活性 以及伤口愈合的能力测试 其促炎介质的表达 活性氧 细胞间粘负分子 又导形易氧化氮和酶 以及缓氧和酶 已得到实证 在DNA损伤通过 8-Dihydrogenin 与8-Dhydro2-Doxyguenosine的形成 以及增值细胞和抗原之激活 来显示证实 牛制精油 能够有效治疗炎症 并协助伤口愈合过程中的 细胞机制 也有一项动物实验指出 牛制油含有的主成分百里分 与香禽分 有助伤口修复 但目前还需要人体研究证实 其有效性与安全性 4-改善气喘症状 气喘是种可逆性气流阻塞 与非特异性支气管高反应性 以及慢性气道炎症 其中症状包含有 咳嗽 胸闷 气短 呼吸困难等症状 这疾病影响全世界约3亿多人 并每年导致约25万人的死亡 近年来 气喘的主要治疗药物 是使用吸入性皮质肋骨醇的治疗 因此让死亡率有所下降 一则临床试验指出 服用香禽分胶囊 在改善肺功能测试后 发现牛制油主成分香禽分 对于气喘可能有正面的益处 但目前还属于小样本 仍需要更多研究确认其有效与安全性 5.减少寄生虫的感染 猿虫与蠕虫会寄生在肠道之中 为发展中国家最为常见的感染情形之一 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水与卫生设施 导致发病与死亡率都较高 估计 全球约有4亿学龄时期的儿童 有寄生虫感染的状况 无论是否有无明显腹泻的情形发生 都会对肠道消化与吸收有其强烈的影响 从而导致贫血 易怒 学习与认知障碍 营养不良 生长迟缓 以及注意力缺陷等情形 在一则人体研究中指出 服用牛制油后 能够改善肠道寄生虫的情形 另一则研究指出 患有慢性疲劳 与肠胃道疾病的成年人 以及检测出粪便寄生虫阳性的人 在每日食用牛制油 六周内就有减少寄生虫的数量 并有其中77%患者的寄生虫消失 寄生虫的减少 与疲劳 以及肠胃道的疾病与症状有所减轻 但此项研究 是由牛制油的生产商资助实验 研究中并无使用安慰剂对照 服用牛制油 也许能改善肠道寄生虫的感染 但目前还属于小样本 因此还需更多研究 确认其效果与安全性 六 防腐 牛制提取物含有大量的单贴分 可减少生物膜的生成 以及一些食原性病原体 与腐败为生物的生长 如甲丹包菌 大肠杆菌 长沙门氏菌 表皮沙门氏菌 腊状牙包杆菌 属伤寒沙门氏菌 与金黄色葡萄球菌 以及单核细胞增生 里斯特氏菌等 七 有助降低坏胆固醇 一项临床研就指出 一日摄取三次牛制 在连续三个月后 可降低罹患高胆固醇者的 低密度脂蛋白 并能够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但是 总胆固醇 以及三酸甘油脂水平 并无影响 八 减少黑色素的沉积 一项评估牛制精油 对于抗黑色素生成活性的研究 在研究中 使用叙利亚牛制精油 与香秦分作为主要化合物 在体外对于B16F1 小鼠黑色素细胞的效果 分别使用两种精油 与纯香秦分处理过后 测试的黑色素细胞 含有的烙氨酸酶 与黑色素的水平 研究显示 这两种精油 与香秦分 能显著降低黑色素 但可烙氨酸酶的水平 并无改变 这两种牛制鼠的植物 可阻止黑色素生成 并在预防随者衰老产生的 皮肤色素过度沉着 有其效果 九 减少UVB照射 导致的胶原蛋白损失 一项研究 土耳其牛制液 和PH Davis精油 对UVB照射的磁性BALB C小鼠皮肤的影响 结果表明 牛制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 散花厅 香秦分 以及百里香分 组织学研究后表示 暴露于UVB照射 并用精油处理后 没有出现胶原蛋白的大量损失 与胶原蛋白素的降解 以及弹性纤维的显著积累等 因此 研究结果指出牛制液 和PH Davis精油的香秦分含量 可以确保对UVB射线 引起的胶原蛋白 与弹性纤维改变的保护能力 10 减缓搓疮症状 搓疮是常见的皮肤病 容易影响青少年 并会影响精神 与整体生活品质 炎症 会使皮质增加与产生 造成的过度缴化 以及为生物感染引起的症状 在一项实验中 研究了7种 可能具有抗搓疮活性的精油 在研究时牛制精油 显示出了最强的抗菌活性 因此使用此牛制挥发油 配置而成的奈米乳液 测试局部抗搓疮的活性 在测试时 牛制精油制剂显示 比抗生素有更强抑制炎症的效果 另外 奈米乳使细菌减少的数量 与红酶素相比下 也显示出了更优异的抗菌效果 11 减缓疼痛 亚美尼亚高地的牛制精油 与其他地区 以及国家上的相同植物精油不同 还有较高比例的β-10竹锡 与β-10竹锡环氧化物 以及其他生理活性物质 因此 可能具有阵痛与抗炎的作用 β-10竹锡是属于大麻素类的一种物质 具有阵痛的效果 但目前对制作精油后 对内原性大麻素活性影响 与确切机制所了解到的还非常少 其大麻素受提有 CB1、CB2两种类型 一、CB1 CB1主要存在中枢神经系统之中 使其成为神经心理 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潜在靶点 因此 CB1激活后的一些情况下 容易会导致精神病与恐慌 而在另一方面 抑制CB1会造成抑郁与焦虑等行为 二、CB2 CB2广泛存在免疫系统与外周中 因此具有免疫调节的作用 CB2可调制炎症性疾病 并可能成为神经性疼痛 以及免疫调节的靶点 CB2的激活能够影响不同的讯息通路 大麻素可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 影响细胞因子的分泌 外原性与内原性的大麻素 会直接作用在适当的受体 以及抑制炎症神经态的释放 进而调节疼痛与炎症 12、食物的保鲜 牛制含有香秦分 被认为主要是与抗菌特性有关 香秦分具有活性 与百里香氛结合时 表现出了协同的作用 在很早期时 香秦分就被使用在食品防腐剂上 据推测这些化合物 可有效抑制生物膜形成 破坏细菌的细胞膜 特别能够使细胞膜的磷脂双层 更加敏锐 提高重要细胞内成分的渗透性 及渗漏 寻证研究 牛制在体外 于体内模型中均被证实 具有抗氧化与抗菌活性 因此被认为 对于人体健康 具有潜在的好处 但目前还缺乏使用叶子 以及由提取物相关的人体研究 现今牛制油 有被使用在食品 和化妆品中抗菌 与延长产品的保值时间 十三 抗虐疾 一项研究 使用乙酸移植 精油 或水对牛制进行的提取 使用在抗氧化与抗虐活性 与针对人类乳腺癌细胞的 细胞毒活性的研究 研究中发现 使用水提取物 显示出最强的抗氧化活性 另外 乙酸移植 与乙醇提取物 则显示出 抗乳腺癌细胞活性 此精油在抗虐解活性的作用 也显示出最强的效果 十四 解净 牛制含有的百里香氛 与香秦氛在体外 显示出了解净活性 作用机制 似乎是因为抑制平滑肌 与肌肉 以及神经的反应性 并通过充当钙讯号的解抗剂 来干扰肌肉的收缩 十五 减少术后感染 一项随机双盲研究 对四十名接受手术的患者 使用含有百分之三 牛制含量的软膏 与凡士林 在术后伤口感染 以及整体伤口愈合的研究 在研究的第十二天取得培养物 并在第十二天 与四十五天 以及九十天时 观察与评估使用患者疤痕的状态 使用牛制软膏的患者 有百分之十九的培养物检测出 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 并有一名患者 有蜂窝性组织炎的情形 而使用凡士林的患者 有百分之四十一检测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并有三名患者 出现了蜂窝性组织炎 牛制和凡士林相比下 其疤痕颜色与色素沉着 以及柔韧性的方面 也有较明显的效果 十六 调制为生物的感染 牛制油用于外敷时 能够调制为生物的感染 如香港角或其他真菌感染等 在涂抹牛制油之前 也必须以一比二 或者更高比例稀释后 才能够外敷 避免对于皮肤的刺激性 与副作用 每日约可涂抹两次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